桌子腿 这个三言行 三条腿 瘸了一条腿 我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预算 我现在可以扶着这个桌子 瘸了一条腿 千万不能拍案 文涛拍案是不行的 放心 瘸腿我已经对着我了 潘老师 你们俩都腿长 你看 这是我随时要垫桌头罐的 你看看这杯子里面已经没有茶叶了 清水的以前 我记得上节目还有加多宝 我们决定以后捐献茶叶 嘉宾众仇吧 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扶贫对象了 这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有时候缺条腿 缺腿三言行 怎么了 咱们仨到底谁 潘老师那标马也没缺 我是希望 能够广告商多给我们点 我们这个报纸已经不换了 是吧 腿瘸了 几天我拿几千人民币报过来吧 所以说有些什么 你别小看这个玩意儿 有些你不起眼的小东西 它能引起大事情 大事变 所以人一定要防危杜鉴 今天我就讲什么话题 甚至你需要提防一枚小小的硬币 就没 当然就是说老人家呢 就八十岁的这个老太太信佛 这是从上海飞到哪飞广州的一个南航 南航航班 老太太又往那个飞机发动机里 用硬币 也是为了起伏一路平安 我觉得挺好的 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老太太挺可爱的 我完全非常理解她的心情 就是抛却安全事故和损失不算 就是好多人说 这个坏人变老了 这是哪个哪儿 这完全不是一样的事 这不是坏人变老 这是好人糊涂了 好人糊涂了 我经常会碰到很多老太太 包括我小时候 我们当地的第一个商场开业 叫什么亚西亚 现在已经倒闭了 她是本市第一个斜梯出现 有两个老太太 我看就结伴从农村跑到这来看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腿永远不敢踩上去 你要有人拉着她往上走 她不敢往上走 还有的老太太是不敢坐地铁 有的是不敢坐火车 尤其是不敢坐飞机 因为按照老人的这种心理的恐惧 我上去可能下不来了 我就没法再入土了 所以她有可能是第一次坐飞机 也有可能是每次都扔硬币 我非常理解 她一定要赶紧起伏一下消灾 别让我这飞行出事 一定要让我平稳的到地上以后再说 那是扔到这回才被发现 你看一下她的飞行记录 我都查一下 看下老太太的身边飞了几次 葛子这话题是你也要聊的 我挑起来的 你为什么挑起这话题 没有因为我跟潘老师这个想法一样 就是这个坏人变老这个事 我其实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觉得不吐不快 因为我觉得这个话特别的 特别的特别的 就是这个刻板印象特别差 因为什么呢 那当然每一代人都有坏人 那每一代坏人都会变老的 对吧 但是你忽然就好像说是现在的这帮老人 好像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特殊的历史时期 就老了 然后说当年就是帮坏人 我觉得这完全我不能认可 因为其实我们都不能跳出一个历史时代去看人 对吧 你比如说你得想想她受的这个教育背景 那从小可能受的教育就不多 或者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总体教育水平不高 那你现在去强求她有80后90后的这个知识储备 甚至说80后90后没有知识储备 还有百度还有Google呢 对吧 那你在这种情况你非得强行去要求她 懂那些 这个其实很过分的 你就比如说她坐飞机这个事情 那说白了飞机的这个这个死亡率是特别低的 但是你要是一个人 你的加上硬币死亡率就没有了 你的那个感受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你和那个数据不一样 对 不是现在这个问题第一个引起来的我看是法律上面的争议 对 比如有的人写文章就痛斥这个就有关的处理 就说这个哎 老太太怎么给放了 说这有些人说这完全应该入刑法的罪 就危害公共安全罪 你你可以你可以看看这个图这个图片当时造成这个航班晚点几个小时吗 因为这个你扔硬币进去就扔这样的硬币 然后呢 你看这整个拆下来 这个引擎就得检修啊 然后你再看 这个确实检查人员在里面把这个硬币都找齐了 漏一个也不敢飞啊 漏一个也不敢飞 那可是呢 哎 后来就发现你真是得学点法律 你知道这个法律当中有个特别挠人的地方 就是什么 就是啊 他是第一是不是有主观故意 对 第二是不是造成伤害 你知道这两条啊 卡死很多冤的 为什么你比如表面上看这种人的说危害公共安全啊 这个好像很有道理 的确你甭管你老太太懂事不懂事 这玩意一个飞机的生命啊 对吗 应该重罚 可是呢 人家说了警察是是按法律办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老太太是不是故意的呀 不是故意的 第二呢 有没有造成事实的伤亡啊 没有 没有 所以你也就只能怎么办 不光是个岁数问题 对啊 就是 所以这就是个问题 那个发动机是整个飞机的零件里边 唯一的最像能投钱的那个大铜钱的眼的地方 我觉得 这个行为 不往机舱里投是吧 对 因为我去的佛教和道观里边啊 它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大的 包括弹者寺 我还投过 很远的地方 有一个大铜钱 中间有一眼 我觉得老太太应该投了有几十年 才能投进去九枚的 就是 投进了一枚 另外八枚是在地上 掉地上的啊 没扔进去 一个啊 对就一个 实际上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就是它其实这个佛教文化 不单止佛教文化 我那天看见一个 你要知道 这扔硬币啊 大家觉得多不文明啊 可是实际上 这看来是人类的一个本能 你们可以分析一下原因是什么 我跟你们讲考古学的证据 就说 原来扔硬币啊 是古今中外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考古啊 你在很多古迹 只要是有喷泉的那个地方 比如说考古发掘 都发现有大量的古罗马 古钱币 甚至是当时各国的古钱币 这说明游客啊 就扔硬币啊 这是从古 人的一个本能性的行为 你说 格子 你有什么分析 没有 我之前不了解这段啊 但是我去过几个 因为我去寺庙特别的多 我倒不是说有什么信仰 我就喜欢去看点古迹 恰好我们国家的很多古迹 就是寺庙 所以我就看了很多的寺庙 可能我出差的每一个城市 我都把寺庙先看了 先看个遍 有意思的就在于 有那么 我就不点名了 特别出名的寺庙 我恰好呢 碰到过寺庙里面的会计 啊 我碰到过寺庙里面的 有头发的会计 没头发的会计 没头发会计 是和尚 藏传佛教 就是特别大的那种庙 然后我碰到会计 我还不能跟他说汉语 我还找人翻译了 我就为了一句 我说 你一年经手多少钱 站起来就走了 然后还有北京西边的 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寺庙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庙 我就不说名字了 据说它有两个房间 专门用来放现金的 这太土豪了 这太土豪了 不是 前些年 那不是西南地区 不是有一个著名的新闻吗 那个庙 那个住持是拿那个pose机的 那那个球签干嘛 没带现金 现在可以用微信出宝 用现金的 真是的 但是采夫 你说这个扔硬币 我问问你 你觉得人心是一种什么本能 我觉得人是一种恐惧心 就是人产生巫术 产生崇拜和产生宗教的 唯一的合动力就是恐惧心 是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 对于自己死亡的恐惧 对于死后世界的恐惧 我觉得扔硬币文化 有可能在原始社会 这个跳大神的时候啊 他就有可能往火堆里面会扔东西的 扔一些 栗子 啪 炸开了 什么之类的 就大家围着那个东西来祈求自己的平安 那 就是古罗马扔喷泉 我们这个扔的那个 湿的嘴里边的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都是为了消除恐惧 或者说 对对自己的一些希望能够寄托出去的 我那天还看我那天还看见一个短视频 就是就说一哥们我不知道是在西藏还是在哪 他就弄块石头 就是上面头部啊刷这个红油漆 刷红了然后往旁边一坐 过不多久有个人过来碰 我觉得这种心 这种这种习惯心理 这这说明啊 就说呃 人性里边就是普普遍的共通的一个一个其实是做买卖的心理 嗯 交易 对吧 就是你不管是什么神 你莫名的觉得我要有所付出 你你像我呢 就到了另一种自虐的程度 就是我觉得我们家族就是说山东农民出身吗 嗯 就是我们这种 真的很多穷苦人就是觉得他觉得好事不该烙他头上 嗯 你比如说我发现从我父亲到我 都认为啊 如果不付出超过结果的那个代价 就给我得到这个结果呀 我就会恐惧不踏实 所以有的是甚至故意的虐待自己 故意的让自己要要吃点亏 然后觉得就像我那天讲高考 我说我等高考成绩的时候 我都让我弟弟打我 就我觉得我得受点罪 好像成绩才能好 这个还真是山东农民的习惯 你像我我们那儿就有这么几个性 一个是起个见面好养活 就起个特别小的名字 还有一个我到现在就有一种迷信 你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个事 我说我给我就不会给朋友说 哎呀我要去上枪枪了 这这么好的事我就不能说出来 说出来下次就不能来了 说出来你就会总感觉这个事好像就不会发生了 就是这种迷信 我后来发现不光我们农民有 什么事人民也有 官员和富豪们其实都是这么干的 就是一个是恐惧心 一个是就是你说的交易 就像那个在金平美里边 西门庆有特别有名的一段话 这个流氓们经常引用 什么即使我什么淫了西施 扮了嫦娥 侮辱了西天王母 只要我把我的钱施舍去 我也捡不了我的破天富贵 哎呦 他这这这话说的就是对我们当今的 这些这些有钱的人有钱的人 为什么花那么大把的钱 或者包括那个喇嘛那边 其实捐小金人小金佛的太多了 那个就是一个交易 富老师我发现引用的基本主要是一本书 金平美 咱们先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别看 咱们就都要有科学常识 是吧 摆在桌面上的 但是实际每个人呢 都有每个人这个跟命运交易的迷信 对 我就觉得你比如说 你知道有个莫菲定律吗 知道 你看出个莫菲定律是什么 就是就是你 你其实就是以前有过一个电影嘛 那个那个电影就是叫太空什么 他把女儿就叫莫菲了 就是这莫菲是罗 星际穿越 星际穿越 就是说这个事你一旦说出来 他就可能就那个 就成真了 这事就真了 还有一个主要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说 所有你认为的那个最坏的结果 就一定会发生 对 或者换一种说法 通俗的一样 当你觉得一件事 它有可能发生的时候 它就一定会发生 对 就刚才我说 这桌子 你要是一拍 它会塌 它一定会塌的 它只不过 不知道是在哪一次 但是当它塌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终于说对了 可是我的体验 跟莫菲定律不太一样 我的体验完全是一种 就是说是一种 神经也可能是 就是说 我老 但是也得到多次验证 我老觉得 要不说我活得累 就是我觉得 我得维持着 对一件事的担心 比如说我要担心 一个不好的事要发生 我就觉得 我这个心里 就一直掉着 这也符合 我的自虐性人格 就是说 因为我老 就是你知道吗 你好像你觉得 你掌握着这件事情 发生的这个与否 如果你不担心着它 它就一定会发生 就是因为我可能 生活里试过无数次 就是发生了的 都是没想到的 发生了的都没想到 所以以至于 我现在反向操作 我经常是 比如说 我做个节目 说错了一句话 我就会吊着 我就会吊着 吊着最后就不出事 我发现 最后你要一出事 肯定是因为 我放松了 我不想它了 光机 我跟你是类似的 你知道 我不是在节目里面 展示过一个技能 就是我这个 是描述笔画的技能吗 对 我这个描述笔画 成了我占卜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 每当一个事 我要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今天要来 枪枪 我忽然想 枪枪三人行 39话 39是个好数字 我起码 我从一到一千之内 哪个数字 胸极 我都是已经提前 就是这个规则是定好的 然后比如说 要跟邓文涛 邓文涛27话 好数字 今儿就可以 但是有时候 比如说来录枪枪 那我心里想到的是 比如说我想到马爷 那我可能马爷 那个笔画 不一定是 当然那个还行 但是我没有想到潘太夫 这个笔画25 25就不是特别的好 哎呦 这个有时候 这就是一种玄学 你这到了秦汉之风 秦汉的时候 就是术术 就是要这么趁伪之学 就是这个都得算占卜 而且占的就是这个术 这档前你的口无归了 归甲 列出来一个东西 我今儿跟马维都聊 是不是凶啊 对 我的聚会就是 你比如说 哎 我要是担心 财富要给我借钱了 比如那天 他说了半句话 给我赌回去了 对吧 我就觉得 我一直到今天晚上临睡前 我得想着这个事 我觉得我好像想着 我就能赌住他的嘴 他就不敢触碰你 他就不会发生 明天他不会开口 就有一层别 但是我要 你放心 我是今天给我赌回去了 他不会给我借钱了 我生活里出现多少次 就是我把这颗心一放下 咣机第二天就发生了 就我的体会跟莫菲相反 我跟你们俩的做法和想法 是完全相反的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注定要发生 很可能要发生的时候 我一般把它忘掉 在他不经意之间 他就过来了 他就发生了 要么说西班挺胖的 复不弃牌 我知道他胖吗 你还没有感受到疼痛的时候 他已经过去了 最典型的就是 我第二天要交给别人三篇稿子 就是我脱了一周 脱了一周 脱了一周 第三篇稿子 编辑在寒着泪催我的时候 我就一般把手机关掉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上 全是断交短信 但是你会 事情也就过去了 所以当然个人的迷信 最后咱们都要让位于科学 所以说关于扔什么 扔杂物 扔异物 扔到飞机引擎 到底会怎么样 其实造飞机的早就做过科学研究 我们可以看一段视频 当然老奶奶别害怕 这也不是扔的硬币 说的是往飞机里扔异物 对 他可能当时我看那个微博上 有个朋友是叫兽驼 他引的案例 他可能是鸟那一类的东西 他就模拟的鸟飞进了这个引擎里边 该怎么办 就真的是会爆炸 但一根硬币 它是可能性是挺大的 所以我基本上推断 这可能是老太太第一次坐飞机 或者说他以前没扔进去 就是老太太 因为他肯定是被人抬着上扶梯的 他就哗洒一把 他没进去 所以我觉得他之前的同机的乘客 应该感恩他 去寺庙里边给他投点钱 他没扔进去 这是有可能的 如果有人真的调查他的飞行记录 我觉得是会有故事 还挺好玩 而且我现在就发现 就我刚才讲的法律上 真的是有的时候 你觉得很重的罪 经常是这两条就把你给限制住 就像我们那个时候说的四大神医 现在电视上来四大神医 刘洪丁 按说就是说卖假药的 对吧 但是往往你真追究电视台的责任 追究什么责任 就会出现法律的问题 就是说他有没有吃病了你 吃死了你了 往往这种药你可能吃了也没就没用 但是它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但是百度之前出的魏德西事件 大家也讨论过 我是在百度上搜出来的医院 最后你说百度要不要承担责任 即便法律最后没有判百度有什么事 你看网友们的攻击 包括舆论对百度的攻击 那你其实也是应该的 这是道德谴责 道德谴责 道德谴责 而且法律 我觉得百度在法律上应该承受处罚 我在我的毕业的第一个工作是一家报纸 那个报纸 我当时在广告部 你知道我负责的业务 主要是负责假药广告的 是吗 你就是这行呢 我们的报纸 我们部门被工商局给罚了75万 就是70多万吧 就是是不是5万 我忘了 反正70多万 因为我当时接待了大量的来自东北的 真是没有莆田的 来自东北的制各种不孕不欲 以及绝证的半版广告 几万块钱一版 几万块钱一版 后来一股脑被人全罚走了 这也是我离开那报纸的业务之一 是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法律责任 法律条文 就有这个感慨啊 就是因为我曾经那个帮一个女孩啊 处理过一个问题 就是在很多年前 当时就觉得没办法 你知道有一种男的呀 爱纠缠这个女的 嗯 那么最后呢 能够纠缠到什么地步 这个女的上下班啊 这个男的在跟踪他 跟踪他 然后这个男的就是说 追这个女的失心疯了 这个女的一直跟踪这个女的女孩回屋 租的屋嘛 回屋了 这女孩进了屋 他就在外边 就是敲门嘛 敲门不开 他就在楼道里大喊这个女孩的名字 那那邻居都出来了 最后这女孩就很尴尬 对 很尴尬怎么办呢 你林说这是找你的呀 哎 只得开门 放他进来 放他进来呀 那这就这这男孩就甚至能够 就是有伤害的这种企图 就是拿烟头弹 这个往这女的脸上弹 后来呢 这个女孩呢 就就就就求助于我啊 因为我们有点关系嘛 就是求求助于我 我就 我当时处理起来 我就觉得很麻烦 你知道 比如说 最后以至于有个律师 当然 竟然律师就是私下里说的哈 他说这种事啊 没办法 你报警 当时我就说他报警 但是你报警到公安局 也是就是这句话 就是说 呃 那 他骚扰你 但是他造成伤害了吗 你 你说他跟着你 那对 你报警可能训诫他一通 对吧 但是他没伤害你 但是我当时我跟律师说 我说你等他伤害了吗 你等他伤害 但是他法律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啊 你造成后果 所以这律师就后来 这个是我们的法律 对这个私欲的这个保护 可能还是有点欠缺 你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 呃 一些英美国家的 可能不是这样的 禁制令 嗯 对 对 而且你要在香港就发 就一百米以内 不准你接近 是这样啊 而且 而且你要进我们家 你就是你要进 你要比如说在美国进我们家 可以开枪了 而且这个是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 为什么有的最 情有的最重 我就想这些典型的 是我最不认同 我们现在的法律的一点 就是精神伤害的 最极情 而肉体伤害 可能会包括偷窃 抢劫 伤害的最极重 我不是说这个 这个肉体伤害 应该判轻一点 而是精神伤害的罪 其实应该跟肉体伤害罪 同样 甚至是更重 比如说我们欺负了一个孩子 我们在中国 欺负了一个孩子之后 有可能会训诫 勒令退学 你在美国 你们欺负了这个孩子 或者虐待了这个孩子 你就会判重罪 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女孩 如果是在 就是我觉得文明和法律文明 比较发达的社会里边 他会给这个男的直接就限制 他的人身自由 所以你讲的是啊 就就就说回到这次 这个航班老太太扔硬币 这个我就看到另一个法律意见 就是说呢 对 的确这个警察当时也是照法办事 就把这老太太给放了 或者罚款什么什么五百以内 但是呢 这里边有一个 就是说这个修飞机 据说 我怎么听一个数字 说修一百万呢 不是 是这个发动机 差不多五千万美金 如果损害了 差不多是要百分之二十的 这个维修费用 也就是一千万 对 他的意思 对 他的意思是说呢 那么对 警察就这么处理了 但是呢 你如果这老太太 行为严重吗 是严重的 那么但是呢 就是可以 航空公司 包括机上的乘客 你可以向他提出民事赔偿的 这个控告 就延误五个小时吗 延误 或者说我的精神损失 或者说我航空公司 我的经济损失 因为你这个行为而带来的 这是可以告民事的 对 最近我一直 其实这个事 我有一个小困惑 就是说大家都觉得 可能你怎么能 这个因为他老 很多人以为是他是老人 所以不罚他吗 对 其实我 我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大家觉得 怎么判这个老太太 是合理的呢 就是能解大家心头 是恨的呢 我忽然发现 好像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那你说 比如给这老太太判五年 舆论就满意了 他不罚他的另外一个原因 还真的是因为年龄 一个八十岁的人 一般就不会再进监狱 或者说再入刑法了 谁说的 没有 刑法 你如果八十岁的杀了人 没事吧 你超过七十岁之后 你要酌情考虑 他的身体状况 他的年龄 而且一个八十岁的 非主观犯罪的 不是 或者是非主观故意的 一个老太太 又念在人家是初犯的时候 如果我是法官 我就绝对不会判法的 现在还没到法官这一步 而且他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人身伤害 而只是不确定的经济损失 因为你那个一千万是推理的 对 你可能就花了一点人工成本 你说这个 我就想到有些事还真是没法赔 这不是最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吗 大英博物馆 一个游客下楼梯的时候 办了个猎牵 一个陶瓷的瓶子 古代的 大家都傻了 最后怎么办 工作人员 不是 游客 游客没办法 最后博物馆也就让他走了 这就是对的 他不是故意的 但是这事你让他赔 他也赔不起 他杀了他也赔不了 像那个旅游团 大姐把人家的手锁给刷 吓晕了 那个事 吓晕了 我跟你说 咱们有个嘉宾 马卫都 马老爷子 他就曾经某个电视台 到他家拍 他亲眼 就是他家里的 把那个陶瓷瓶子都拿出来 那么不是那个架杆的那个话筒吗 扒杆的那个音响啊 最后一转身 那个坝 啪 白瓶子 然后马爷就是说 整个这个电视台设置组的 你知道吗 反应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 所有人愣了 屋里进入短暂的沉默 然后接下来呢 导演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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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谁都不说话了 因为就是你觉得你有心理吗 这个结果是无人能承受的 承受不了的 于是大家就不说了 大家有点像我 坦然接受不期而至的命运 我亲历过一起 以前实习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来北京 他到报社来说 他可能遇上了一个买他鼻烟糊的 是武汉的 他有收藏非常精美的鼻烟糊 但他感觉对方可能最后给的价不会很高 他想要回来 没办法了 他就去找了个媒体 我陪着他去 费了一天的时间 因为对方也感觉到是媒体的压力 把这个鼻烟糊还给了他 我们很高兴 坐着出租车回去 在出租车回去的路上 给我演示这个鼻烟糊 鼻烟糊是内化 出租发生了车祸 一下子把那个里面给划了一段 我的感觉都是那一天是沮丧的 就觉得那天好像是白干了 还不如留在人家手里 这里边还有个人文关怀 我在英国就目准的那些人 他在车市里边买东西 提了个袋子 装的啤酒都出来了 离了20米远之后 带的烂了 然后保安从超市里边冲出来说 非常抱歉 我赶紧给他给你换一整套商品 我赶紧给你换一整套商品 我赶紧给你换一整套商品 我赶紧给你换一整套商品